小号的菠萝杯子 给桌子腿穿的 让人更加想洗碗了 有没有 两个都长得很乖 哎呀你放开放开 春春 哈喽大家我是Luna 那这一集呢是淘宝开箱的下一集 跟你们开一些厨房啊 浴室还有家居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在法国想要淘宝转运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 参加4PX中法转运的优惠活动 你们可以领到两张八折的优惠券 另外呢如果输入我的粉丝专属折扣 还可以领到价值50元的转运礼包 好那我们继续开箱 哇我几乎每次淘宝都是买家居的东西买的最多 因为觉得每天的生活就是有这些小东西 会更有意思一点 第一个我买的是这个封口机 它是要放电池的 放了电池之后 它这两个口里就会发热 我就是有时候吃零食买一大包 结果又吃不完 把它放在那里用封口夹夹呢 还是会有一点会回掉 但如果用这种密封的口来夹的话 它应该就不会回的那么快 你不用担心吃太多 就每次吃一点之后把它封起来就可以了 它这里有一个挡板 要用的时候要把它拿下来 这两边的电极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热 像这个口子 这样封起来 它这里就封得死死的了 就像一包新的薯片一样 吃的时候 再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下一个呢 其实上次淘宝的时候 我已经买过一个了 但是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 手打蒜泥机 我这次还是买的手动的 没有买电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打蒜 真的还挺爽的 但上一个就是用的次数太频繁了 也可能我太用力拉它了 所以就已经被我拉断了 这个真的搅得巨快 你就这样抽个大概四五下吧 那个蒜就全部碎成熔了 之前就我们每周吃火锅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来做蒜碟 特别的方便一次就可以叫好多 下一个也是厨房的东西 又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我觉得日本的东西真的好厉害啊 他们就想得非常周到 这个是一个杯盖刷 长得很奇特 长这个样子的 就你们的保温杯会藏很多污垢吗 就我的保温杯 我有时候会不止装水 我会装一些茶呀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它就会有一些污垢 在它那个保温杯盖子上的缝隙里 这个就可以插到杯子里面 而且你看它是可以有弯度的 洗杯子的时候可以把它插到杯盖里 这样去搅它 就会刷得非常干净 像我的豆浆鸡啊 还有一些厨制的盖子上 真的一般的清洁海绵是很难刷到的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刷子 也是这种异形的 就可以刷到很多平时清洁不到的死角 说到杯子 买了一个好可爱的玻璃杯 它居然没有碎掉 还完好的 真是让人很欣慰 我其实特别担心这个玻璃杯会给它碎掉 但它们运输还是蛮小心的 让它很完整的从中国活到了这边 我买的是一个小号的菠萝杯子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夏天喝饮料的时候用 盖子上面是有密封口的 就不会漏水 像我这种不喜欢喝水的人呢 就一定要用这种可爱的杯子来刺激自己喝水 我是想把它拿到公司里面去放的 因为我们公司可能这个夏天结束之后 就要正常的回到办公室上班了 就是想说提前准备 好像也提前太早了哈 它还有很多不同型号的 还有更大号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大小就正好拿在手里 也没有说很重 还没有用就被猫弄碎了 我的被子 厨房的东西我还买了三双这种清洁手套 这个其实这种塑胶手套哪里都有嘛 但是这个是因为我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 做饭几晚的时候 他给我戴那个手套 我就觉得这手套巨好用 质量特别好 真的是非常的厚实 然后戴起来也特别的舒服 就普通的手套因为不是特别厚嘛 所以用几次可能就会刺穿了呀 或者就漏水了 但是这个手套真的是质量巨好 洗碗的时候完全不会漏水 而且颜色也好看 让人更加想洗碗呢有没有 然后我买了300个这个叫水槽网袋 我上一次淘宝的时候试买过一袋 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用 所以这次我想到要淘宝呢 就肯定把它就带上了 这家就买300个还送100个 所以就一共400个 把它套在那个水槽的盖子上 它就能把厨余的渣子 还有我平时洗头掉的头发 都能给它锁死卡在这个网上 就只要可能每次换个一次 换一个新的网子就可以了 我在原来那边家用了这个网子之后 我下水到真的没有再读过 这个绝对是我居家打扫会 一直持续用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淘宝转运了 这边我看阿里克斯克斯上也有 然后价格也差不多 其实在这边用法国版的淘宝就能买到了 好 浴室里呢 我还买了两个这种灰枣泥杯垫 它就是防止浴室台呀 像洗面奶之类的东西 没有清洗干净 就会在那个浴台上堆下一些污垢 最后会有发霉的情况 看这个长得好可爱呀 你就可以拿来垫一下肥皂啊 还有漱口杯之类的东西 这个就是比较长一点了 把这个放在洗漱台上面呢 就不会有这么多水去积在那个台子上 两个都长得很乖也有没有 然后是一个收纳类的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在法国也能买到了 但是我在淘宝看到了就顺便把它买了 反正它也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这就是一个带盖子的 放棉签和化妆棉的盒子 因为我现在这个新家的浴室还挺大的嘛 平时我化妆应该都会在浴室化 但是又怕浴室有积水什么的 所以就买了一个带盖子的 这边拿来放化妆棉 这边放棉签 同样呢也是收纳盒 我买了两个其实它应该是三个一组的 但是那个卖家给我漏发了 所以就这个我发了两个 这个就是可以放在衣柜里面收纳袜子的 其实我衣柜里面有两个这个东西 但是不是很够用 我就想说这一次再买两个吧 反正这种东西在淘宝上买就很便宜 然后也很好用 放在抽屉里面这样一格一格的 平时拿东西就很方便 而且它是可以这样堆到一起的 就是你堆个两层三层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下面放不是特别常穿的 上面就是放一些比较常用的 发现这个盒子用来装电子设备啊 像我这个相机的一些小配件 也非常的合适 就可以放在书桌上面 或者抽屉里拿来装文具 都挺方便的 然后最后一个收纳的东西 也是一个收纳盒 那它是收纳数据线用的 我呢因为工作的性质 所以我的什么内存卡呀 数据线的东西都超级多 把它们堆在抽屉里面呢 就很容易找不到 你看它一个抽取出来 然后这样把数据线放进去 再给它拼起来 然后它还附有一大半这种 可以写东西在上面的贴纸 我就可以给它贴在上面 然后标记出来这是什么电脑啊 还是iPad的数据线 就特别特别的清楚 非常适合强迫症患者使用 它送了好多这种贴纸了 我只是有空的时候再给它贴一下 下一个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袜子 这个是给桌子腿穿的 一个防止桌腿刮伤地板的袜子 因为我原来旧家那边的地板 就是被我的桌子刮得很花 就刚好看到这种桌腿袜子 我就想说给那个桌子加一个保护吧 不然我再把这个新家的地板刮花 我就不想赔这个钱 而且它是这个猫爪子的形状 我觉得特别可爱 这个应该再多买一个的 因为我发现我的椅子 好像也挺容易刮花的 只有国内的淘宝能买到这种 可爱的小东西 这边真的东西都巨丑 然后是一堆猫咪的东西 我就每次淘宝都会顺道 给猫猫买一些玩具 因为这边的玩具真的 就不好玩 我觉得这边的猫就没有国内的幸福 这边国内真的好多玩具啊 就是给猫猫买了一个玩具手枪 它就是可以这样给猫玩 但我们家的猫宝宝 现在它小了才一个多月 不知道它们看得见就很小 我要去拿一个猫来试一下 春春 他们好像还挺喜欢玩这个 哎呦 我给主子们买了一大堆的仙女逗猫棒 它这个就长得好可爱了 这一套是向日葵的 这套灰色的呢 我原来给冲冲买过一套一模一样的白的 这个它特别喜欢 然后都玩烂了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给它 犯一个新的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钓鱼的杆子呢 也是春春特别喜欢玩的 但春春现在生了宝宝之后 好像就对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感兴趣了 它现在可是一只成熟的猫妈妈了 我来试它一下 你猫 回来 你还是一个宝宝嘛 这羽毛肯定也活不了 一秒多久又要被它糟糠 哎呀 嗯 嗯 嘿嘿嘿 嘿 它们会完了呦 哎呀 哎呀 你放开放开 还没活过一分钟就被咬成这样 好了 最后是一堆吃的东西 是一大堆鱿丝 还有这种大包的海苔 这是我闺蜜的男朋友的爸爸给我们一起寄的 我们以为叔叔可能就寄个两三包吧 结果他寄了一大箱 但是有一点超重的 我就只让我妈寄了这一部分过来 然后剩下的就等我朋友他回去的时候 再给我们带过来吧 这个大连的鱿丝真的特别好吃 我觉得完全不输我们广西北海了 而且法国是根本没有卖这个东西的 这份有应该也特别贵 要特别谢谢叔叔给我们寄了这么多吃了 我好后悔没有让我妈给我寄老油粉 因为这边的中国超市只有什么桂林米粉呀 螺蛳粉就没有我们广西南宁的老油粉 我现在就有点想吃那个 好了 这就是这一次淘宝开箱的所有东西 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评论 转发 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До новых встре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